宣读台湾民政府的主张吉利场 1.台湾民政府的主张4.依据国际法理,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 美国总统有责任寻万国公法,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 2.台湾民政府的主张4.遵守国际法,包含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 3.台湾民政府的立场4.不使用暴力或武力,促使各种方法,使流亡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的占领 4.台湾民政府的立场4.对中国殖民政权,流亡中华民国政府推动的事务,不合作也不配合 全体请坐下 那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今晚的讲师大山格林老师 全体请坐下 谢谢 那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今晚的讲师大山格林老师 你们要来上高级班吗 来,问一个简单的问题 你们初级班学到什么 你们来上高级班,初级班学到什么 重点跟我们两个 你记得吗 等两个月 没有,那是相机复杂 两个月而已 约定不能移专资款 流亡政府不能集电合法 就这两个,这是初级班一定要知道的 这如果清楚了,我们再来看 你刚才说的,一项一项再说 重点这两个 那现在是高级班 高级班就是不把初级班重复 就假设你都很清楚 我才开始说高级班 好,说到高级班 最近很处理 从上次我宣布 我们现在台湾民政府和台湾人的关系 已经改变了 我是说上课的态度改变 过去上课,我们是要鼓掌台湾人 说我要跟你说 什么是法律 什么台湾人真正的身份 真正的身份是什么 真正的法律是什么 过去我们的态度是这样 但是自从8月1号以后怎么样 不再发行台湾民政 我去看ID 你以后要去拿的话 到驱风所去拿 就是之前的叫做革命先行者 之后就不算了 那为什么有一个之前之后 因为整个局势已经改变了 因为整个局势已经改变了 改变了 我们跟台湾人公位方法改变了 好像有一个声音在 一直有一个声音存在 你check一下,叫小邓来check 那因为这种态度上的改变 我再解释一下 因为台湾民政府现在已经完全浮上台面了 不可能台湾人不知道 从过去一连串的新闻 那些数数事件 现在台湾人没有一个人不知道 什么叫台湾民政府 对吗 但是 连那些小朋友经过台湾民政府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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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民政府 那些名字都不会讲错 过去不知道 现在是连小朋友的幼稚园 游记院都知道 现在问题是台湾民政府是什么东西 大家都知道 我说很多人已经知道了 包括 所以 在过去 上个礼拜 我突然有很多机会接触到 应该是说 过去所谓支持台独 台独联盟的人也好 或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指振 中华民国 中国台湾当局的民政党那些人 或是过去支持民政党那些人 跟我接触 接触来干嘛 他为什么要找我干什么 因为以前 有很多朋友过去的幾年 当我宣布说 我现在相信台湾民政府 这条路才是中的一阵 过去 跟我 要好的朋友都不跟我讲话了 有一部分人都不跟我联络 电话也不接了 要想说过两三年 突然干 这些朋友都跟卡电话来 因为 情况 我才是中的 如果我是中的一阵 他要怎么办 那台湾人很好笑 以前是怎么办 台湾民政府在过去几年里面 经历到的什么事情 你知道 文公午后 文公就是 一开始台湾民政府起来的时候 跟你讲话了 那是母亲 那是妓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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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后面真的是 背景很硬 硬到我 对付不了你 我跟你讲 以前中华民国界的体系 中国人自己 国民党自己不相信 他们自己的人很清楚 像是中华民国 流亡政府 那是 反而是台湾人相信 中华民国是真的存在 所以 这样说 中国人 把中华民国 当作一个假的议题 在玩 台湾人把他 民进党那些人 把他当成真的在玩 你知道吗 中国人知道 那是妓子 说的也是妓子 过去的时间就是 骗台湾人 冲到台湾人 但是美金党这个人真的把 他继承了 当了中华民国所谓的总统之后 他真的相信有中华民国存在 他真的相信有中华民国存在 你真的照中华民国存在这件事情 去执行的时候 会发生事情 对不对 他真的有相信中华民国 所以在我接下去 要发生事情 你看看 才有这件事情发生 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以前我讲 蔡英文宣战 那台湾人人都不知道 你怎样蔡英文宣战 蔡英文跟谁宣战 对美国宣战 那台湾人不知道 蔡英文对美国人宣战 那台湾人人 还是每天吃饭睡觉唱歌跳 怎么宣战 我慢慢调到他讲 蔡英文前一阵子接受 华盛顿邮报专访 对不对 你专访内容有什么重点 那我就把它直接再录下来 那个记者就问说 美国自1979年之后 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首都在北京代表China 而将中华民国的台湾 首都在台北 这个是问号 视为一个实体 Entity 你觉得这公平吗 蔡英文公讲 我想我不太清楚 美国在讲这个字 Entity的时候 它的意思是什么 但是这个Entity 有很多可以诠释的空间 他认为有很多诠释的空间 以台湾来讲 他现在是代表台湾选上的总统 在讲话 我们有一个完整的政府 跟民主的机制 我们有军队 我们是一个 可以为自己做决定的国家 你知道这是宣战吗 你只听了这句话 你知道这些是宣战吗 你不知道 这到底是谁人 你们上过初纪班都知道 美国宣战 主管是天皇 但是是美国在占领的地方 你在他占领的土地说 你是一个完整的政府 又自己又冲队 自己可以做决定 这是不是那些人都宣布 这些人是他 那这是不是宣战 美国人自己讲得很清楚啊 佐力克啊 这不是我讲 美国人讲 我刚才到现在的时候 蔡英文讲什么 美国人讲什么 我该说这就是德政 他在宣战 他说 US 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Robert Zolik said 他说了一句话 Independence means war 战争 独立代表战争 台湾独立代表战争 那为什么这样 and that means 他代表很多的美国的军人 soldiers sailers airmen and marines 陆海空三军都要出动了啦 Dev. Secretary of State Robert Zolik told a congressional hearing 在国会听证会上说 because let me be very clear 那我很清楚在讲这句话 独立代表战争 Independence means war 这是2006年讲的耶 那你蔡英文 根据我刚刚讲的 他是宣布战争 对美国宣布战争 美国是你如果宣布台独 你就是代表战争 你蔡英文就是宣布台独 这句话是不是就是台独的话 是啊 你自己的国家 自己有军队 意思是美国我有军队喔 我们是一个可以为自己做决定的国家喔 但是美国说 不管是台湾还是中华民国 都不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 不享有sovereignty啊 over this island啊 对台湾没有任何的权利耶 你说这段位是不是就宣布台独 一样嘛 但是你蔡英文我告诉你 他 你 一宣布战争 为什么 都没有发生什么事 因为人家不把它当一回事 你知道吗 美国不把你当一回事 但是美国不当一回事 不表示接下去 我有一句话送给他们讲 就是 有的人讲说这句话是从别人说的啦 但是有的人把这个跟Marine 就是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的 这个精神加在一起 他说什么 Don't ever mistake my silence 从来就不要把我的silence 就是很安静 沉默 表示我忽视的这件事情存在 美国今天表示沉默 对你蔡英文宣战表示沉默 不表示我ignore 就是我没有插入 不表示这个 第二句话 My calmness 我的冷静 不表示我接受你的这种宣战 或是说你中华美国在台湾这个 我没有说要接受 再来 Am I kindness for weakness 你不要以为我对你人慈悲 你表示这是我的软弱喔 这句话送给中华美国 你不要想说你这样宣战 我真的没有对你回应 表示我不会处理你喔 要不要处理是美国来决定啊 还轮不到你煽动战争 美国要进行战争 不会因为一个两个人的provocation 挑衅 不会因为你的挑衅 美国就因为你的挑衅 而开始动了大局 不会啦 美国这种国家是他有他要进行的步骤 但是你的挑衅不成为任何的 不是重要的事情 但是我一件时候一定给你抖起来 那宣战之后怎么样 还想派军队到南海去啊 那不是 是不是也被中共抖起来 那几条旬走太平洞去 要上岸啊 拿水啊 现在回来了 传的那个什么 执照被吊销了嘛 对不 是不是被吊销了 被吊销了啊 为什么被吊销了 你跨过红线啊 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啊 你以为在维护主权啊 所以有的人讲很好笑 他说一群没有国籍的人 踢一个没有主权的国家 政府 来维护他的主权 那不是很好笑 整个国家都是笑的啊 这很有趣喔 来 这件事情其实 蔡英文归他宣称的啦 他宣称这个 美国也定点点 最近又搞一个新的事怎么样 他要入联 又再一次要推动加入联合国 对不对 就现在给他呛呛的 反而是台独的组织呢 说不要再疑了啦 都没效啦 那是假的 吃一天你现在还要入联 你不要开这个玩笑好了 是不是 连台独家都知道这条路走不通了 走不通现在不是什么 当你打不过人家 文公武对方都无动于衷 一点都不受你影响 都表示他比你大嘛 他比你较強 你现在民政党 还是中美国体系里面 要对台湾民政委 要做任何动作 最后都 没有结果嘛 那表示什么 我们要强嘛 就这么简单嘛 我们在法理上 站得比你强啊 你要拿什么 跟我们炒 跟我们争 要处理我们 要对付我们 要消灭我们 怎么可能 是不是 他也很聰明 现在如果对付不了我们 是怎么样 你如果打不过人家 你要怎么样 加入对方嘛 对不 是不是 所以他就会跑来跟我们谈了啊 那你了解不 你打不贏的人 你难不成你要给我们报告 对吧 当然说我去加入嘛 对不 你刚才有那个罗马 比你大 你要跟他打吗 你打不贏的人了 那最后我想加入 所以他们就开始来 approach 我们民政府的很多 同心单位啊 就是被接触嘛 的对象嘛 以后会越来越频繁 我预测是这样子 但是 没效 这个接触 老早在几年前就出现了 你看我们的官网 已经有写 对于 那时候民进党里面 就有什么意见书 对民政府的意见书 看法下来 我们在 2013年10月的时候 就回复 他们的看法 因为他要跟我们谈嘛 不然我们跟你谈谈看嘛 那我们的回应是这样的 台湾民政府的本质 是由上而下 不 那不是考虑 是征服者 在战争法下 为了管理被占领地人民 而成立的台湾 美国民事政府 其实就是台湾澎湖列岛 美国民事政府 不是由下而上 在一个主权独立国家下 所成立 诉求理念的政府组织 它不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 被由下而上 人民说要做什么 不是 那是从上而下 台湾民政府的任务 是法理规范下 清楚而切实地执行 美国征服者的意志 就是被征服者的意志 就是被征服者的命令 你知道吗 你可以记得 我们叫征服了嘛 建书了嘛 大日本帝国输了嘛 我们是日本人嘛 建签嘛 所以建贏的人是什么 征服者嘛 征服者的意志 就是我们的命令 你知道吗 完全没有任何理由 需要跟另外一个 治理当局底下的组织 做任何形式的谈判 我是军政府的 卡的单位 我想怎么就要跟你民进 民进党谈 谈什么 你看看 台湾民政府权力的基础 来自于占领者美国 军政府的授权 不是 而非 占败国人民所赋予的 因此 并不像民主国家 诉诸于民意 占领地民意 仅供日后执政时候的参考 所以那些跟我说的人 人们说 人民也没跟你支持 他们说 我们没有什么需要 我们权力来源 不是人民 不是人民投票选出来的 我们在执行法律上的命令 台湾民政府有阶段性的任务 也有阶段性的目标 这些目标 跟任务的执行对象 只有大日本国 大日本帝国 台湾人 跟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体制下 中国台湾当局的任何单位 无关 基本上来说 没有接触谈判的必要 你跟我谈 我都没有接触 你要说好 你说好我听 但是我不回应 不需要跟你接触 基于善意 但是我们有good will 善意 我们建议 中华民国民进党 应该在短期之内 尽速尽快的跟中国国民党商讨 即将到来的政权撤离台湾事宜 这个尽管整个要离开了 你好好讨论要怎么解决 和中国国民党一起向台湾人民道歉 道歉是什么 解释过去是如何以政治模糊手段欺骗大日本帝国台湾人民 并且有责任支付费用 让中华民国民进党内的本土台湾人 弄清楚自己是谁 支付费用就是 要付钱给他们来这上科 上台湾民进党的科 让他搞清楚 具体的方法就是协助党员退党 并且到台湾民政府中央申请身份证 以及接受台湾地位法理教育 这个意见书花了一大半 就是那时候民进党写了一天 买来的给我们台湾民政府 不知道什么时候下来的 就是有一篇到我们这边 那我们要回应嘛 回应下来又讲得很清楚法理是什么 所以针对里面 他说花了一大半篇幅 在明就是写得很清楚 台湾民政府所推动台湾法理地位 正常化的内容 再次证明 中华民国民进党内部 应该都已经很清楚 最后却知法犯法 国际法律 你有看到吗 他们里面很多学历很高 耶鲁大学毕业内政部长 不是学法律的 他清楚得很啊 知法犯法 仍然借着这个文章来扭曲 法理的最后解释方向 企图将好不容易将 已经知道台湾法理地位的本土台湾人 再一次引入政治圈套之中 可恶至极 罪不可涉 过去我们在这最后 好不容易法理清楚的 出去以后 他们再跟他生 再跟他说的有没有 又再一次把台湾人圈在那里面 但是不用怕 我们人数一直在增加中 头脑清楚的台湾人 一定已经都知道了 台湾民政府对此种蓄意 政治欺骗的手法 制造大日本国台湾人内部身份认同混乱的动作 增加日后台湾民政府接掌政权之后管理上的困难 判定这绝对是具有敌意的行为 是无法逃脱日后国际法庭的战争罪审判 我们建议他一件事情 民进党谈判诉求的对象应该是国民党 因为都在中华民国体制下的政党 对不对 无关你民党啊 还是台南啊 是什么时代力量啊 还是什么有的不的 橘色的党 还是什么色的党 都一样 都是在中华民国体制底下 都在上台湾人 所以你要谈 要跟他们谈啊 跟国民党谈啊 那中华民国流亡政权谈判的对象 应该是美国在台协会 中华民国流亡政府 是在什么情况的法律之下成立的 它的法源依据是什么 美国国会 美国国会通过的法案 台湾关系法底下设立的台湾治理当局 它法律的名字 我们就 最近就宣布了 更清楚 来 我再讲这个东西 三张牌 讲到这 我要先讲 我们G7 你们知道前一阵子 G7 这个初级班有讲过吗 有讲过吗 知道G7 不知道啊 你走去我再讲一次 我介绍一下G7 你不知道 好 来 G7 就是七大工业国 中文叫做七大工业国 但是 G7 它有点像是 不要讲工业 它应该是说 世界最先进的领袖国家 领袖 那什么叫领袖 比如说 一个国家最大的一个人 领袖 总统说的话 全国的人民都要遵守 对吧 也叫领袖 全世界的领袖是谁 七个国家 哪七个国家 你放官网的那些G7 哪七个国家 你知道吗 我还讲 美国 日本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加拿大 还有什么 刚刚我漏掉什么 美国 日本 日本 意大利 德国 法国 加拿大 德意志 德国 有说 美国 我都说 好 保险我们直接看这个 这就是G7的专刊 最近在哪里办 2016年 在伊士島 伊士島 日本的伊士島 几个 因为它是主办国 它们轮流主办 这个 什么叫做领袖国家 它们定下游戏规则 接下去联合国就会执行 可以执行 全世界所有的组织都会配合 新有G7 然后接下来就开G20 不会G20先开 因为G20有包含G7国家 这些世界 然后它的国民的所得 所谓的领袖国家 就在全世界里面收入最高 国民的生活水准最高 人民的教育水准最高 平均起来 然后它们素质最高 对人权最尊重 就这样的国家 民主制度最先进 自由市场最自由 完全符合这些先进国家的标准 環保的意识最强 标准定的最高 那就是先进国家 落后国家跟不上 你要follow 他们会定游戏规则 大家都有 都有饭吃 因为先进国家 定游戏规则 大家一起来玩 大家玩的就玩意 你要换作落后国家 来定世界游戏规则 那是怎么样 世界就一团招 这个事情很简单 什么叫领袖 你比较厉害 你来做领袖 你找一个比较厚 去做领袖 大家带去死 大家都会带衰 因为你没有资格要当领袖 就像中国 你没有资格 你的游戏规则 谁敢跟 你能定什么游戏规则 你只有破坏游戏规则 的份 你怎么会 你连什么叫游戏规则 都不能遵守 也不知道 你说要来揣世界的 经济的龙头 就要带着世界走 笑死人 说这个世界是中国世界 那要害啊 世界就大乱了 对不对 还不够格差远了 连欧洲都不把中国 列入自由市场 说你要来总有领导国家 笑死人 当然是领袖国家 就是我刚才讲的那几个国家嘛 这是G7在开会的时候 他们用的叫做内部的文件 他们开会 我们怎么拿到 你不觉得很奇怪 G7开会的国家 又没有对全世界公开 领袖在开会 在看的 手边有的 因为有道理 来再往下看一点 你看 这边有一句话 没有我要看这边最下面的这句话 你看 The G7 Magazine for VIPs 你明白VIP是什么吗 非常重要的人叫VIP Dedicates Diplomates 就是外交人员 World Leaders 就是世界的领袖 在看的刊物 刊物我们就把它翻开来 来看里面 他在刊物里面有 你看 Catalog里面就想说 他讨论什么议题 Global Development 全球的发展 Global就是全球 Global Finance 全球的财经方面 Global Policy 全球的政策要怎么制定 Global 全部都是Global Global Economy 全球经济要怎么设定 所以只有领袖 他讨议 你就有高度 你不是领袖你的议题 你如果说 小小的国家 比如说新加坡 小小的国家 我们来讨论世界议题 那就很好笑 你军力也打不过人家 人家人数就比人家少 只是一个City Nation 你是要跟人 送什么Global的东西 不可能 所以只有真正领袖 才可以讨论世界议题 你知道吗 好 在这里突然跑出一句话 第82页的时候写什么 Taiwanese Government 你不觉得很奇怪 台湾人的政府 在G7国家的开头道里面 跑出来 什么意思 你不觉得很奇怪 照理说我们的美女人 很高兴 才对 台湾第一次 名叫G7国家出现了 现在台湾人都不知道 点点点 会怕到 因为他讲的 不是现在这些人 他在说烂 都说我们台湾民政府 台湾人的政府 自我决定 Failness for Taiwan 82月 再往下看 我给你们看内容 你看 台北市 再来 这是左边 那是 再来 你不要过头 这边 Self Determination and Fairness for Taiwan The Case for Changing th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mbiguity Policy 它要改变 过去美国对台湾的模糊政策 模糊啊 以前好像说都说不清啊 所以台湾人一堆傲人 说要弄联合国 好像都弄不通啊 你觉得奇怪 奇怪你所谓要想一下 要用方法嘛 我们透过法律的问题 法律的方法 迫使美国把它模糊政策 变成澄清清楚楚的政策 说清楚讲明白 现在就是说清楚讲明白 透过机身份先来 它不会透过先下沉的单位 一定是从最高的单位下来 你知道吗 你要做什么事情都从上面落的嘛 照执行力嘛 照执行力嘛 敢不在那核子 大家的脑子乱操操 不可能做没事情嘛 一定像管理想 就是这样啦 拜台湾人的政府是谁人 带了 台湾人的政府是谁人 台湾人的政府是谁人 下一页 咦 怎么这张照片 台湾 civil government 当他在讲台湾人的政府 带的相片 法律一定搞不清楚状况 台湾人在想说 哇 蔡英文照片 那不是 结果不是 咦 我的秘书长找出来 ya 林志生 博士 台湾 civil government 台湾 civil government 当他在讲台湾人的政府是谁人 那時候 带的相片 招名就是被谁民 就是咱台灣民政府啊 很清楚不 乳酱包范啦 我 Focus 不、我手把握 теперь 就是这个啦 就是台湾民政府啦 来 再下去 我先给你们看那个大 175平 Toysite 就是这样 あと这边 趕快点 我要看 来我们先看G7国家 往前两页 往前两页快点 往前两页 你是往后 往前两页 对 再往前 对 Profile of G7 Leaders 对不对 你看日本阿伯 对吧 接下来 手机关机 加拿大的 领袖 最新上任 再来下一页 德国梅克尔 这意大利总理 这英国首相 这法国的总理 这欧巴马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个 哪个再加两个 那叫做欧盟 欧盟有两个人在这边 这叫Consul President 跟Commission President 欧盟是旁听 他不是主要成员国 主要成员就是G7 欧盟是代表所有欧洲国家 他也需要知道G7 他有代表性 所以在参加 这些国家 你看一页一页 这期到82页 翻下一页 我们翻下一页 就召台湾出来了 通常那些领袖 看到杂志很高兴 都会想说 人家怎么介绍他 对不对 这有话呢 还一页下去 这在什么 台湾呢 还现实了 再翻一页 林志森脖子的照片跑出来了 所以现在的中华民国 过期要文攻武后的对象 是针对他 他们这群人以为 攻击了他 台湾的民政府就不见了吗 你觉得这些激战国家 有这么容易被你骗掉吗 你要骗台湾人可以 正在国际场合 你不要来这一页 一点用处都没有 更加民政府 除了林志森以外 还有谁 我们还有一个主席 在日本 在日本 我们组织很庞大 我们受勤人很多 我们不仅在台湾 在美国也有 你要对付谁 你拿掉一个 就再加一个上来 就而已 美国要做事情 不会因为一个人设施的 他是整个系统进来 包括后面的 support team都有 法律上面 训练方面 不然我们的黑熊部队 怎么跑出来的 几百个人的黑熊部队 装备齐全 训练有数 正不超 可是台湾没有团体 可以这样训练的 你有看到 过去年的 宗教东路 一个大游行 一万人 一万人都穿这块 黏黏黏黏 一句话都不讲 走在东区 步调看出来 旧金山合约 至今仍然有效 根据旧金山合约 因为美国是这块 台湾这块土地的主要占领全国 因为你是主要占领全国 所以我们是日本人 我们不是中国人 我们是大日本帝国的人 至于我们是被占领 你当然不用当兵 你刚才抓我们去做兵 最近还讲要当兵 你看看 再来呢 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是唯一的出路 你猜猜猜 全世界哪里都走不了 哪里都堵 所以我们现在 narrow down 回到 回到我那三张牌 我的power point 撞出来 所以 经过G7的宣告之后 哪三张牌 第一个 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国 唯一合法代表中国的政府 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不对 全世界只有一个台湾 唯一合法代表台湾人民政府 是什么 台湾民进府 台湾国家一定说 台湾国家一定说 台湾国家一定是什么 现在在做中华在做什么 我们那时候也不敢直接讲 我们就说 这个是什么 中国流亡政府吗 没有错 过去我们认知这个 结果这一次 海牙的法院 替我们把他的名字给叫出来了 叫了十几次 让你走都走不去 拨都拨不去 叫做什么 中国台湾当局 台湾Authority of China 你知道吗 中国人的政权 中国人的治理当局 你现在蔡英文 就去做中国人的治理当局 因为你认主归宗 认主去认到中国去 所以最近不是道歉吗 什么谦卑再谦卑 后的事情 让你做到总统就要谦卑 我不想听到这件事情 你贏就要谦卑 那就表示什么 心虚才要谦卑 心虚啦 你知道吗 跟我们的高沙族原住民道歉 道什么歉啊 真正该道歉的人 没有出来道歉 你台湾人 走去道歉 不然你蔡英文的 你的祖先是有祈福给高沙族 我们参加的人吗 有没有 没有啊 不然是谁都要你道歉 你不是很奇怪吗 我的意思是说 被害者居然对加害者 站在他的位置 跟我们自己道歉 那跟过去里登会同样 替228事件道歉 道歉很奇怪 道歉什么 你在里登会 你是有替台湾人吗 228那时候 你有参与一份吗 没有啊 没有你道什么歉 该道歉的人 没有出来道歉啊 那你台湾人替中国人道歉 那中国人帝点点 那台湾人是傻的喔 等于是帮人家插屁股嘛 但是讲到这个事情又复杂了 中国人跟你台 你台湾人感觉很悲情 为什么 为什么你会觉得说 这样不一样你就要道歉 台湾人为什么会要求中国人道歉 因为台湾人以为自己是中国人啊 那边边是中国人 那你是怎样给我台 对吧 你这样才会要求人在道歉嘛 那边边是中国人 那你是怎样台我 你要道歉 但是在中国人眼中看你是什么 你是被占领利的百姓啊 我是贊娘家 我是贊娘君啊 我跟美国说什么 那边被我占领的人不听话 要反抗了 按照战争法 他就会给你处理 军事政府给你台是应该的 他不想要台湾 那暗军战争 把你占领的地方 你要反抗 我要维持秩序 可以给你台湾 所以他不愿意道歉嘛 到现在为止还不道歉嘛 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是谁 他的身份是谁 所以你不管办什么案子 台湾人贪污的话 一定完蛋了嘛 为什么中国人都没台事嘛 因为他们的真正的名字叫做占领者 你台湾人名叫什么 比占领者 你想你是中国人 你想你拿了中国的国民身份证理 你就变中国人了 你搞错了啦 所以你才说有欺负 欺负才不知道人 现在你去用被占领者 跑去当占领者 很好笑耶 你身份会改变吗 但是他认主归宗嘛 所以他去拜 拜中国人作业的作战嘛 站在中国人的立场 要来跟台湾人道歉嘛 这种道歉有台湾人不需要啦 没有把你当一回事啦 你把我们争吵的喔 不要开这个玩笑了 所以这群人一看这样做 他觉得怪怪 我跟你说 你如果知道法理的人 就不会来这一套嘛 所以他去跟我们谈了嘛 说要怎样呢 好啦 现在出来了 要战争开始之前 每一个单位的位置都要站好 你是谁 你是谁 我过去告诉你 你去外面做生意 一定要把名片拿出来嘛 我们台湾民政府的名片拿出来了嘛 你叫做台湾澎湖列岛 美国民政府 那是因为 我们是在讲 台湾这块独地 还是被占领地区 是美国军事占领 那美国军事占领 美国军政府进来的时候 一定会有一个美国民政府 美国到哪里都是一样 他占领伊拉克 会在当地 以当地的人成立民政府 那所谓的民政府的话 是管民事事务 军事外交 那不是台湾政府被管的 我们也没有被授权做这种事情 我们只是负责每天 台湾人的生活 家庆这种事情 那叫做民政府 我们不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 不要搞错 台湾政府是 我们的顶头上市 上面是有人 他叫你说什么 做什么 你就要照着说 照着做 你敲过 他就给你换掉了 你要搞清楚 你来这边上课 要搞清楚 我们是有命令要遵循的东西 我们是有老闆的 先努力 先知道 人民不是我们的老闆 搞清楚 我们是代表这个老闆来关人民的 关台湾人的 台湾人是被占领者 那美国军事政府一出现的时候 表示什么 恢复占领状态 过去也是占领状态 但是他给你一个假象 中华民国给你一个假象 现在是成平时候 所以我们来选举 很好笑 蔡英文刚才说什么 台湾是一个有民主机制的国家 哪有民主机制 那敢比美国国务员呛瞎 台湾没有民主 再讲一次 台湾没有民主 台湾人有选举啊 为什么没有民主 你别这样问 台湾有选举啊 你知道这是全世界最荒唐的民主机制 为什么 他把占领者跟被占领者混在一起 选总统 就好像什么 美军跟伊拉克百姓一起选伊拉克总统 是不是很好笑 当然好笑啊 美军跟伊拉克百姓一起选总统 选伊拉克总统 选伊拉克总统 大家派去了 那就是目前在台湾发生的事情 中国人 担任君来到台湾跟台湾 还有难民 来到台湾跟台湾 就是大日本帝国的人 被占领地的百姓混在一起选总统 利益本来就是天生的冲突 怎么选总统 怎么有民主机制选举 所以过去跟你说民主机制都是骗人 太可恶了 美国国议院那些官员还真的把它当做一个榜样模范来讲 他真的说台湾有言论自由 有言论自由 台湾民政府不可以 拖到四周到处说不出来 又一直被丑化 既没有民主机制 也没有言论自由 这是事实 刚才我已经跟你拍摄 整个民主机制是假的 因为你的前提是错的 民主机制是要同一个国家 同一个人为了同一块土地 有同一个心 随法都去参与 参与的目的就是为了这块土地好 不管谁来当都是为了土地好 但是你现在是你的敌人和你沿着会参与 他们的心态跟我们的心态是不一样的 他是想办法把你的东西拿走的 要穿走的 要黑掉的 所以我们建议 台湾人的参与 结果悬上的人都做很奇怪的事 对不对 又一次又一次让我们失望 因为他去做 参与者 他走到那个危机了 他的心态 换了位置他脑袋也换了 他以为他真的变占领者 中央在后面笑 哼 说台湾人 想自己参与者 就这个骗台湾70年 里面包括李登輝 要让中华民国就地合法化 他说台湾已经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他名字叫中华民国 这就是让中华民国就地合法化 我说给我们初级班最重要的观念是什么 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 对不对 中华民国至今他的领土没有包括台湾啊 他的宪法也不可以实行在台湾啊 你的宪法 美国宪法实行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吗 实行在法国实行在别的地方吗 好笑耶 那不是你的领土嘛 首先你要证明台湾是中华民国宪法里面所 纳入的所谓的领土 你才可以去实行宪法 对不对 所以到现在都不敢开会 把台湾放进去 你敢你做做看嘛 那到现在为止都还是发放国民身份证嘛 他敢发公民证嘛 公民呢 Seasonship呢 不敢啊 不敢你做看 你现在开始一遍 不要再讲国民了 讲公民 因为公民才可以投票嘛 公民才可以选总统嘛 啊过去你就拿国民身份证选什么总统 又给我们评一遍 现在就要评给你看 你如果是流亡政府发什么护照啊 主权独立国家才可以发护照啊 所以那又给我们评一遍 跟你说什么护照 国民都不是护照 那叫做旅行证件 那个被占领地区的人 因为不是国家 他要出去旅行 还是要出去做生意 都要有一个证明 那个证明就是要旅行证件 以前沃沃和美军这么多 也是拿旅行证件出去 包括回到日本都是一样 因为现在的日本叫做新日本国 是美军把它改善 说得很好笑 最近川普不是发生什么事吗 他说美国 日本也要负担起战争的责任 以后日本也要有核子武器 不可以让他这么轻松 他要负担 结果马上被打脸 被谁打脸 被美国国务卿 凯利打脸 他说拜托耶 不准日本人有核子武器 是我们美国人自己定的游戏规则 因为日本的新宪法 不准他有武器 不可以有军队 日本的宪法是我们美国人写给他的 不是日本人自己写的宪法 你知道吗 不要再把他改善 等到日本人 日本人拿起来 谢谢 就叫做新日本国 现在国已经 不是我们以前的大日本帝国 你要搞清楚 所以你现在要做日本人 不是现在的日本 我们本帝就是大日本帝国的人 为什么我们还是 只要天皇还在我们就是啊 没有任何一个法令 天皇的造数没有把它取消啊 我们身份就一直没有改啊 所以这次我们诉讼案到了美国 他们说 我们打脸 你凭什么改我台湾人的国籍啊 我们那时候 搞美国去年的2月28号 2015年 搞的内容就是说 现在的这个中华民国发我们 这个身份是违法的 你知道到法院的时候 他跟你说什么 我们是说 陈宜的行政命令给我们盖的 对吧 他说台湾官户 所以这群人就恢复 恢复中华民国的身份嘛 对吧 那时候我们是日本人 那时候 中华民国还没有成立 怎么个恢复法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法院跟你说 叫陈宜下这个命令的最上面值的人是谁 南京政府耶 南京政府下命令叫陈宜 剥夺台湾人的这个 发放国民身份证给他 恢复国籍 这有效吗 我们在想 中国 我这样讲 突然有一天 中国宣布 所有的美国的国籍 换成中国国籍 可不可以这样子 可以吗 当然不可以啊 你一个国家怎么可以去 改变另外一个国家人的国籍 可不可以 那我们本来是日本人啊 中国来到命令 你的国籍就被换掉吗 可不可能 不可能对吧 所以法院跟你台湾人说的意思是说 没这件事啦 想说我们要告他 我们以为他是真的 我们以为这中华民国的国民身份证是真的耶 你真的去相信耶 他那是无效的身份证嘛 无效的证件 你知道吗 National是OK 占领者发那个 就好像我们是美国国民 可以National 但是不是citizenship 不是公民啊 所以他发国民身份证给你啊 可是 改变国籍这件事情 他是不可以做的 意思就是说 就算他要做也不成立 那不成立的意思是什么 你后来拿到所谓中华民国的国籍 这件事情 并不存在 不存在的意思 下一句话是什么 你原来的国籍还在啦 当然原来大日本帝国国籍 没有被剥夺 人家也没办法剥夺你的国籍 有没有清楚 就是我们本来就有大日本帝国的国籍 没有被改 因为人家要改的那个人 无效 那为什么我们认为他被改 因为我们以为他有效 法院把你指出来他是无效的 你知道吗 这样整个就醒过来了 结果 这平津洞人还真的相信中华民国是存在 也要继续执行这件事情 宣布台湾是涉及中华民国的土地 台湾人要去建立自己的国家 你死了你 是不是 所以现在碰到哪里都招到拼了 现在请请做 每个单位是做什么都很清楚了 我们叫做 台湾民政府 那个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管是涉及民国 中国国台湾人民共和国 都是中国 台湾人看没有 所以我一定就是这个 排给你看 这个是中国牌 这个也是中国牌 只有台湾民政府在代表台湾人的政府 这样 够清楚了吧 两个都是红牌 都是违法红牌 红牌 红牌在这里 都是中国人 所以 民政府会说 我要一支WHO 衛生组织 我要加入什么飞航组织 我要去旁听 人家给你的邀请函上面就是 Chinese Taipei 那不是 邀请函上面已经告诉你 你的名字叫Chinese Taipei 你只要去参加 就表示你承认上面的名字 对不对 你如果不承认 你说你是台湾 那你不要来 你不要拿人家的请贴进去参加会议 那不是你 那你去就表示什么 我承认我就是Chinese Taipei 就是中国流行政府 也就是中国台湾当局 那不是 我说 蛤 阿彪 阿彪 我们搬上阿彪 阿彪是谁 他就举手 我是阿彪 其他人举手就很奇怪 你就是阿彪 所以你会举手 人家说 Chinese Taipei 举手 最近不是更好笑吗 最近是不是凯兰 格兰学校 有一个宜星 在那边演讲 现在全小时 去参加奥运比赛 多了一队跑出来 那一队叫什么 那个冷气可不可以开冷一点 都没有冷气 只有风而已 那一队叫什么 叫难民队 你知道吗 联合国基于人道 说我们要弄一个队伍 让难民也可以来参加 因为最近西里亚不是很多难民吗 非洲也很多难民 很可能 但是难民也要 也希望参加奥运会 因为很多很有才能的人 所以他就另外一队给他们来参加 那他进场的时候拿的是什么棋 奥运会棋 你不能再拿记忆 奥运会棋才可以进场 对吧 因为你是难民 你没有国家 所以拿奥运会棋 结果你知道闹双包 你知道吗 还有一个难民队在那边 连奥运比赛还有一个难民队 你知道吗 Chinese Taipei 那中华奥运 所谓的中华奥运 是不是也是拿难民棋出去的 对啊 也是拿五轮棋 那就是难民队 我们在欢迎谁 得到奖牌的这种难民队 你台湾人去参加 在国内说这就是台湾队 出入国就到Chinese Taipei 这就是难民队 就是难民队 就是中国难民 跟他流亡的人士跑来台湾 就是难民队 没有叮答 没有欢乐 这两队应该变成一队 不用分开 都拿奥运棋 就是应该变一队 照理说中华奥运 应该告他们说 哦 嫖气 要借我们的身份 我们才是 在这些比较久的难民队 你要加入我们 不是我们加入你们 对吧 你如果要顾就要顾这个 变得很好笑的事情 对吧 但是台湾人不知道 不知道了 让我们没带 所以台湾有没有媒体自由 没有啊 这个讲得清不清楚 很清楚 来 啊 有的是 你看 基森林一宣布 台湾民政府是台湾人的政府 要后 就是法院也跑出来了 帮你把这个 蔡英文 这些所谓的 中国台湾当局 赞名 他们赞名 我们要赞名 对吧 你比如说 台湾要正名吗 正名自现 对吧 他们现在赞名 就是中国台湾当局 台湾民政府也要赞名 叫台湾civil government 是美国军事人底下成立的 既然这个是政治的组织 国际承认的组织 G7成立的组织 接下去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就是跟国际宣布啊 开始了 请勿告 要介绍自己 给这些G7国家 这世界领袖国家 让他知道我们是谁嘛 所以我们 就会怎么样 到Washington DC去拜访这个国家 G7的国家 英国 日本 法国 意大利 过去中华民国流行政府 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过去台湾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现在我们做到了 做到了 不仅做到 我们还把行程表 告诉台湾人 当时要做什么事情 来 下半年 2016年 下半年台湾民政府 国际发展的行程 先公告啊 你们来对照看看 我们是不是照着做啊 过去台湾人 去骗那些都做假啊 跟你说买入联 要做 没有一样 真的 当然台湾民政府 说的每一样事情 都会去做 而且做到 7月1号 开始制作 我们 background proof 那个 information 你要介绍给人家 你要介绍自己嘛 那你要准备一些资料 我们就准备好 第二 8月1号 开始这些copy 就会出去了 开始跟这些 外国的大使开始接触 说我们当时开始用 到9月1号 你邀请函出去 follow up 是谁人当时 是谁人要来 这个 意大利 请问你们是谁代表参加 法国你是谁代表参加 英国你是谁 对不对 然后10月1号 到11月30号 这边我们就开始做正式了 whole introductory meetings 然后 就是我们开始要办一个 豪华的餐会 请这七个先进国家 来参与我们的宴会 正式的场合 外交的场合 那就是真正的啊 你现在这外交部 好当你的办公室 看谁来跟你参加 不会的啦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 流行政府 什么时候有 像样的国家的大使会来参加 不会有的 我跟你讲 不会有 你参加 那不可能 你连去美国人 就没去拆你了 只有什么 棒球选手 跑来跟你看一下 对不对 我们是一个 旅美的棒球选手 去看他 就这样子啊 还有什么 其他都是私底下 所以我们媒体很喜欢讲一件事情 这个我们的那个 那个什么 行政院长 跑去日本 消失一个小时 会不会跟安倍见面啊 我就想偷偷摸摸 鬼鬼祟祟 这就是台湾现在的政府 你知道吗 做什么事情 见不得光 所以所有事情都 消失掉 很有可能是这个 拆来拆去 台湾民政府 没有在做这件事 我就来说 时间点 当时要做什么事情 我们邀请谁都跟你讲 来破坏啊 你们那么厉害 来破坏啊 再继续骂台湾民政府 我看看 你们对付不了的嘛 我们是按照行程 在办事情 因为我们后面 叫做美国军政府 怎么做 就这样给你做到 我们还会参加很多 国际的会议 你等着看 我们下半年 还有很多精彩的 节目在后面要发生 12月1号 follow up with each other 酒会结束以后 我们当然就要跟 每个follow up 我们见面也见完了 接下去我们要 合作思想 双方签署 备忘录 或者一些 互相的合作的条件 拜的台湾会非常不得了 我跟你说 在台湾民政府 抵立的地方 台湾 是跟G7国家合作 那表现 拜你的生理 不用跟中国做了 只有G7就做不完 台湾人吃得够够够够了 吃得很饱 我跟你说 G7国家就是先进经济国家 过去 台湾人 中国的问题是 越做越热越厚 对吧 日本的问题是 越做越贵 越好 一个叫做 往下沉沦 一个是往上提升 我们过去台湾 因为台湾就让中国人 尽快 所以我们做的问题 越做越热 那款就越来越厉 对吧 台湾水水就越来越低 新水就越来越低 完全没有西方 我们没有未来 但是你现在开始 我们就是 恢复大日本帝国的生活 过去的 失落的70年要回来了 以后 从此以后 台湾要往上提升 不是往下沉沦 往上提升 不是台湾人自己做得到 我跟他说 台湾人自己做政府 自己管理自己国家 我跟他说 我根本不相信这票人 连法理都搞清楚的人 说要带领台湾人要去哪裡 连整基都不揮手的人 你会计望说 这段台湾人可以做你的头 可以把台湾人 带去美好的未来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只有台湾民政府才做得到 这就是我们未来的愿景 因为我们可以跟 这些G7国家告别 我们用的standard 规矩就是按照G7的规矩 那台湾人在有未来 你要跟他们接轨 台湾人的所有specs 所有开的条件 规格 规范 都要按照G7的标准去做 那台湾人不会起来才有奇怪 这些G7的通线 变得尽一段时间 现在也不是要reveal 不见掀开了 现在已经过那段时间 已经全部掀开来了 这个部分是在讲 中国现在的实际情况 那今天的课 也不讲这个部分 那文化的部分 一份我会在礼拜天的时候介绍 上面叫做Culture 文化 先简单的预告文化 文化这个东西 过去这个字一出来的时候 文化的时候就是在土地上面种东西 你以前人要吃的东西 我说古早的时候 几十万年前的人类 土地生什么东西 补什么东西出来就拿来吃 但是顾起来人类会比较聰明 可以重新再耕语 说这生得不好看 不好吃的 所以我把旁边的头发抹得爽 看得生得比较漂亮 对吧 还是说配种 配得比较大 或是我要装灰 漂亮的我可以装饰 有吃 有在看 还有漂亮 还有丁 所以那时候叫做Culture Agriculture就是农业 农业就是按照人 我自己喜欢 我教育的 我喜欢 我喜欢 要Ski 那种东西我来经营这块土地 那叫做农业 漸漸这个字就慢慢 越发展越复杂 你说农业喔 如果是说音乐也是 也是你要去经营去发展 我举个例子 音乐本来只有几个音符 音符跟土地 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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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什么意思 但是你经过一个作曲家 把它组合起来 就变成一条很好听的音乐 就跑出来 人类就因为得到享受 你在作曲一定是越做越好听 不要去做一定会 那好听不好听是怎么决定 人自己决定 我举个例子 所以好听的音乐对于日本人来讲 跟好聽樂隊東東人對非洲來講都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你到非洲聽到非洲的音樂 到日本聽日本的音樂 到美國聽國的鄉村歌曲 到法國聽他的鄉頌 到德國聽他的德國山上的歌曲 對不對 所以不同文化的話 會根據住在那邊的人的喜好 還是他的習慣 還是他的品味 來決定什麼音樂會跑出來 這樣對不對 那時候我問一個簡單問題 台灣人的品味是什麼 什麼是台灣人的文化 你如果說文化的話 台灣人文化是什麼 你又覺得很奇怪 台灣人文化是什麼 我告訴你找不到 因為已經被摧毀了 被這個中國人 他來決定什麼是好的什麼是對的 你已經沒有文化上的主導權了 你的主導權已經算有中國人了 他改你的技研 改你的喜好 把你過去的傳承都毀滅掉 他就按照中國人 嫁他的事來做 你說這才是好的那是壞的 電腦拜嘛 說到這個我留到禮拜天再講 那我們再講繼續下去 Long-awaited answer is here 過去台灣人文化的時候 台灣人文化的時候 台灣人文化的時候 你台灣人文化的時候 為什麼要帶台灣人去做 很簡單 這幾個 台灣人文化做事情 我們會 deal with 過去 現在 未來 過去是什麼 How does TCC deal with the past 過去 台灣人文化對於台灣的過去 是要怎麼處理 來 Who we are Ethnical identity 就寬神 就是POMO 先唷一句 要跟台灣人搶了一句 �로 對一個 我跟你說 你如果做羅蕾做到兩三代 你連自己是誰都不太 你 很見證 做人羅蕾 做人 的 做人 做過了連自己是誰都不想告訴人家 比如說你如果搬上成績到壞的同學 怎麼會有自信 你如果沒有自信就不需要讓人知道 在米的後面 建議分數本來的就是靈魂 開始就沒有自信了 人家說不重要 那就是台灣人現在的情況 不敢知道自己是誰 因為你又被人壓制了 你已經沒有自信 越來越露膝 但是我把它找出來 我們真正的身份是什麼 扶我摩殺人 在土地住超過四萬年 我們是日本人的祖先 又是中國人的祖先 你上過我的課 最近日本是不是用 用他們國家的那個研究的力量 來追他們的主權 追到河京阿華 從台灣來的 NHK 對啊 你這個專輯 在我初級班有講這個東西 我講了四年 日本人現在才可以研究 日本人過去也被人騙 想說他的祖先從中國來 剛才找到那邊 英文也找不到他的祖先 結果往南走就找到了 就找到台灣 台灣人是日本人的祖先 日本人又是韓國人的祖先 韓國人又是中國人的祖先 這樣有情緒嗎 你如果要認主貴重 就要認台灣人做的 你要拜就拜台灣人做你的祖先 你台灣人如果是拜中國人做你的祖先 你就不會做了 不會你四萬年以來的祖先 你把過去四萬幾年的祖先都放不去 去中國人去人察做老闆 為了要吃飯 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 連你祖先是誰 連自己都忘了自己是誰 所以我們要對台灣人的過去 重新釐清搞清楚 透過什麼 科學證據 苦茶的禁錮 過去文件 因為他幫你動手腳 所以你好像找到找不到 因為他 只要是人寫的東西都會騙人 但是你留在你身上的DNA 沒有這條騙人 那叫做苦茶的禁錮 你真的找得出來我們是哪一種人 反而中國人你找不出來 你說你中國人 現在你把中國人的祖先拿出來 定義說這叫中國人的祖先 那我也挑我的火 給你對看看 看我是不是中國人 對不對 通常是這樣子 你說他是他生 好啊 要證明 掩火 你有宅宅要繼承 對方一定會說 你說你他們兒子 掩火 一樣 你說你是中國人的兒子 他的孫 他的後代 你掩火 現在問題是什麼 中國人的火拿不出來 為什麼拿不出來 什麼是中國人 請問你 漢滿門回葬苗堯一堆 你以前是中國人 笑死人 以前宋朝是誰通的 金人 以前的大清是誰 滿人 以前的秦朝 什麼突厥人 什麼人都有 中國這些地方 是不同的部落 在燒煞 對不對 部落在臺 到亂七八糟 人流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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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 你跟我說有中國人 笑死人 那叫做自治名詞 為了要把你統治更方便 要凝聚大家的意識 跟他一樣 你說我是蘇聯人 笑死人 蘇聯是一個國家 蘇聯裡面幾個 有烏克蘭 有波蘭 有什麼 以前的蘇聯是不是很大 真正俄羅斯人只有一點點 對不對 一樣 中國真正 都也是各種民族的藍作會 所以是一個大雜種 十一年 台灣人相對比較純 說我們的DNA是可以找得到的 所以我們才可以追到日本 我們以前追到菲律賓 追到那個 爪啊 印尼啊 還追到印度 還追到 維州去 那些科學的證據 沒辦法騙人 我們實在在 我們把真實的事情 談出來 所以你民進黨 用這種假的東西 走不了多遠的 你要用假的東西 還繼續騙台灣人 騙不下去了啦 說你的祖先 對中國來騙不下去 祖母親在下下 給你 等給你 你驗會嘛 拜託的 好嗎 台灣人去驗一會 再到中國去驗會 看你的祖先 是不是從哪裡來 沒有啦 前一代 一個樓盤卡 一個女兒 看那時候台灣人 一個女兒 帶便不下去 女兒 第一代 第二代 還沒帶到中國 再帶一家 不然還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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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分之1 16分之1 就沒了 你拿幾十分之1 告訴你你是中國人 你怎麼笑死人 你大部分都是我們這裡 因為 比較多人是我們這裡 你只要出現 超過三代 你不要說你是中國人 對嗎 再來 What are We are subject of Japan Emperor Occupied Territory 剛才說的是在血統上面 但是你的國籍 大家有沒有國籍 當然也有啊 叫做大日本帝國 正式的大日本帝國 所以我們在座各位年會比較大的 你的北部 就是本世代人 說一句的 那時候出國是拿日本護照 大日本帝國護照出國 那時候我的親戚去 哥倫比亞大學 念書 拿博士 一樣啊 兩個一本人生出來 當然也一本人 還不找一個中國人出來 哪有可能 不可能 我們現在講國籍 我們不是屬地主義 我們是屬人主義 大日本帝國法律說 你北部都是一本人 你就是一本人 美國是屬地 你在那裡出現 你生的兒子在美國出生 你可以成為美國人 等到十九歲 你就宣誓說 我真的要當美國人 有出生證明 美國是叫屬地主義 他自於屬地主義 是有原因的 本來那些土地是印第亞人在大 美國總是要用一個方法 他在人家 照法 繼續在美國大 所以他變成屬地主義 但日本是屬人主義 所以在日本 你如果在外面 或在外面 你不會自動成為日本人 還是你在那裡出現 日本人 沒有啊 那叫規劃程序 你真的 那時候就是日本人 我們就是正式成為 為什麼 1945年4月1號 宣布大日本帝國憲法 實施在台灣 從此以後 台灣人效忠日本天皇 換取他對我們的保護 你知道嗎 過去台灣人沒有國籍 都是人的殖民地 大清 還有葡萄牙 還有西班牙 英國都是殖民地 但日本人一開始是殖民地 沒有錯 但是要花幾年的時間 做黃明化的運動 把我們改正慶世 讓我們去參拜神社 開始進黨 日本 所以我們現在 間隙二次戰戰士的人 知道哪裡 放在靖國神社 最近我們的同心 有一個人去日本 去拜靖國神社 那個動作很重要 你如果要做台灣民進府的官員 你要去拜靖國神社 要認主歸宗 就跟蔡英文一樣 你去拜中國人的廟 就是你要認同中國人 你知道嗎 你會記得嗎 那時候蔡英文當總統 帶一天 他們的高官 照去高雄的廟去拜 那中國廟 他認同中國文化 去葬列寺 不是 但是我們台灣人 我們拜靖國神社 我們是日本人 你身份很清楚 我們是有脈絡可循的 我們是有脈絡可循的 人是大日本帝國神聖 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我講什麼 佔領不宜轉主權 這個主管 不會因為美軍贈名 還是派向來贈名 這個土地就變成人 不會啦 這個土地是有主人 就是我們日本天皇 大日本帝國就是天皇 就是這樣 說到這個又出味 日本天皇有沒有護照 你出國要不要護照 你知道不要 要不要護照 不用 為什麼 為什麼日本天皇出國不要護照 因為整個日本就是他的 你知道嗎 過去全世界大部分都是國王 國王 國王擁有土地嘛 你馬來西亞那邊也是國王嘛 泰國也是泰王嘛 所以我不管你用什麼民主政治在那邊 執行治理百姓的動作 但是那個土地的主權叫做sovereignty 還是屬於一個人的 大英國學現在還是英國女王啊 我不管你是虛偽還是玄智還是什麼 你不能改變這個事實 就是這塊土地就是女王 所以台灣這塊土地是什麼 黃土 所以台灣人跟土地的觀念是說 這個土地憂恥我 但是我不擁有土地 你知道嗎 感謝土地給我在這裡聖堂 對土地的態度是尊重的 但是中國人來不是啊 他土地是佔有的 把你藏掉 這藏就是我的 那就是中國人的心態 他藏土地 台灣人說沒有 土地就大家一起用的 這塊土地不一樣 為什麼一起用 黃土啊 現在土地又天皇的 我們在天皇的黃土上 使用這塊土地 有使用權 這個觀念要搞清楚 包括中國現在也是 你一直有土地的使用權 但是你沒有擁有權 但是那些夭壽的中國人來到台灣 就說土地有擁有權 你白的這些土地都你的 所以這個就被扭曲的事實 觀念跟想法 以後這些都回復正常 再來 ROC in exile 這是因為以前做的 我說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Identify them and put them back to where they belong 把他們認出來 不要再給它騙 對於詐騙集團 就是把它扔出來 那不是 那個詐騙的 那個號碼就是詐騙的號碼 不要接 那個人說的 他是詐騙人 你不要信 我們現在就是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這個詐騙的人 跟他的組織扔出來 大家不能再信這個人說的話 不會信 全部都騙的 你知道嗎 講到這個 最近有民進黨人跟我們講 聽我講法理 但是他跟他對話的過程當中 結果應該就搞不清楚 究竟我們和平條約 我說你有看過嗎 沒有 沒有看過 那你是怎麼說 就跟他和平條約說 日本已經放棄台灣 那就是課本寫的 那你的課本誰寫的 中國人寫給你啊 不是 中國人寫給你 中國人寫給你 所以可本人寫給你 主持人叫你背 就是嫁的東西叫你背 你把他當作真的來玩 所以 那他的根據是什麼 他只講 開樓軒言 不會講究竟他和平條約 他也不給你看原文是什麼 跟台灣最愛土地只有兩個條約 跟這個土地的買賣交易 只有兩個條約 條約才可以把國家 你房子要交易 是不是要透過產權 你要付那個 你要把原來的房子屋主 房子買過來 你要給他錢 做一個交易行為 到法院去公正寫上 這個名字我現在換你了 從此以後 一樣 國家跟國家的土地交易 也是要透過條約 treat 看你是買不買 還是說殖民地改成 可以割讓 還是怎麼樣 美國買阿拉斯加 就是跟俄羅斯買的 對不對 一樣 現在問題來了 這 我不管你宣稱幾次 說台灣是你的 最後 我說戰爭之前 很多宣言 什麼亞爾達密約 上面宣言 都不是真正決定土地是誰的 我剛才講 下關條約馬關條約 第一個跟台灣有關的 就是 大清帝國皇帝 建立去 屬於大日本帝國皇帝 對不對 所以更讓台灣澎湖 跟遼東半島 跟 大日本帝國皇帝 所以從此以後 大日本帝國皇帝 擁有台灣澎湖 會主人 很簡單 這是條約 第二個條約是 大日本帝國天皇戰敗 日本國宣布放棄對台灣的管理權 日本天皇沒有啊 你有哪一個條約日本天皇簽字 說我現在找台灣的土地我賣 沒有啊 沒有啊 你找不到啊 找不到表示什麼 原來的人還是他的嘛 你如果找不到他交易的證明 就表示這個土地還是他的嘛 所有權人還是他的嘛 是不是 不是 你這個土地 這個土地沒有交易進行 這就是原始擁有者的嘛 還沒有換人買啊 就這麼簡單 這事情道理就這麼清楚 但是喔 這段中國人回到亂七八糟 你現在那個人跟我講的時候 是背双 根據中國講的這些虛的 所以最後我收起了 我說我跟妳說話 我都用實話跟妳說 你都用虛話跟我說 我說的實話是什麼 法院上的條約 實際上的文件 而且台灣民政府這個實的東西 是告到美國法院的 你如果要去美國的法院去告 你如果沒有實實在在的東西 你敢去告 你不要最賠錢賠到 賠到死 對不對 一定我們主委嘛 也沒人替你告 律師也不敢接你的案子啊 台灣民政府的案子 可以到美國的地方法院 上訴到最高法院 表示什麼 你提出來的證據是 法院所採納 所採信 所接受 認為它是一個案子 必須要來審理的嘛 那叫做實的啦 中華民國這叫做虛的啦 為什麼它是虛的 進到國際的法院都不成立嘛 連這次海牙的判決 連你中華民國理都不理你 也不會讓你來開會 對不對 你宣稱南海是你的 你連資格談 講的資格都沒有 你的氣不不在那裡跳不好 人家不把你當一個國家 你要代表誰 主權也不是你的 你要宣稱什麼 對不對 他只用台灣 台灣就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你要宣稱什麼 你要代表誰 中華民國還要拒絕 還要拒絕 還要拒絕 所以他講的都是虛的 我講的是虛的 你沒有拿出實在的東西 不需要跟你講 連討論都不用討論 到法院見 所以現在法院裡面被告是中華民國 對不對 我們告美國跟中華民國 國家跟國之家可以隨便告的 那後面的財力跟他的律師 那很厲害 那法律要清清楚楚 那是國家等級的訴訟 更何況你去告美國 好大檔 台灣人真的去告 你告訴我 你究竟那合避條約 你又是主要佔領全國 你為什麼叫我去買武器 你為什麼叫我去做兵 你為什麼叫我去做兵 你為什麼叫我去負責 你為什麼要花我護照 每次人做得到 那叫做違反戰爭法 違反人權 違反日內瓦 他們叫做law of occupation 上面叫law of war 上面叫做international law 一層一層在處理的事情 你們都違反了 所以我們要告你 他們要怎麼解決 所以 How TCC deal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這就是我現在講的 目前狀況是什麼 law of suit against USA跟ROC 我們提出法律的訴訟 against就是 告誰 告美國總統跟中華民國 所以他們要出庭啊 上次有出庭啊 中華民國怕到了 我早來發他身份證 他還沒有抗議啊 你看 你如果真的有管理 要對台灣人做生意的事情 你會講這樣嗎 這種話聽起來 就像詐騙集團說的 那時候我騙他也沒有反恐了 對不對 我騙他那時候 他就乖乖給錢拿給我了 他拿我就收了 就是這樣 我那時候發了 陳文正台灣人來拿 還沒有抗議啊 什麼沒有抗議 你要不要知道當時的情況 台灣人那時候前排 怕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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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要死 還有一禮拜 還要抗議 台灣人怕要死那時候 你發什麼都好 只要讓我活一條命就好 那時候的台灣人是這樣嘛 還有一點 台灣人要求也有 你說那時候是台灣人可能的部分 台灣人也要求的部分是什麼 過去不准讓日本人灌嘛 日本人灌是要提升台灣人的水準嘛 過去台灣人要求的情況 香港人知道那時候 測到百多年 測到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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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要把你測到那時候 你不見了 說這麼困難 吃一個飯也這樣 腳都不能繞 是啊 對不對 人家的挨拶子 每天說 歐陽好 都會這樣 是啊 你就要做一本人 你已經是一本人 你就要照一本的幾季 要不然就要做什麼 當然 馬上短時間給台灣人 有以前的大清帝國 很落後 所以 台灣人 我剛才要求的是那些人 所以 在日本時代 他就是在反抗日本的 他們在前面說 以前的日本也要台台灣人 沒有錯啊 你是來亂的啊 你是土匪啊 所以裡面有 以前的時代 有 有 反抗日本的 土匪 平定土匪的亂嘛 任何一個國家 在行使他主權的時候 你挑戰他 當然他要平復啊 那種人叫什麼 我跟你講 大清餘虐 就過去少年大清帝國一陣的好處 現在多人啊 他賣錢了 所以台灣以前有 大清有幾個家族 日本人來了 不同反應 對吧 孤家就跟日本人討好 對吧 就拿著好處 誰來就跟誰 賀生 對吧 有一個家族 日本人的賣錢 就走那 古人過去 對吧 到不同的地方去 因為他不喜歡 日本人嘛 他認同的是中國人嘛 所以他走到中國去 還不是 就證明嘛 你的行動 你的兩隻腳告訴我 你是誰嗎 對吧 你不把台灣人 台灣接受這個當家嘛 你認同的是哪一個 你自然就會去那裡啊 我們台灣人來回家 是因為我們是農這塊土地啊 再來 Persuation means to achieve our goal 我們的目標是有台灣人裡面 求一頓 頭腦清楚 法理清楚 是非分明的人 出來要做什麼 領導台灣人 走未來的道路 所以我們現在在上課 請你來做歌 做什麼歌 要替台灣人 走向未來 把過去 去掉 像以前明治維新一樣的決心 明治維新 我告訴你明治天王 真的是一個厲害的人物 過去的日本是很弱 對於西方國家 那時候很多武術 抬來抬去 翻啊 之間抬來抬去 直到黑船 日白 長崎港 然後黑船 黑船 黑船的黑船 那時候 抬離 美國的軍艦 來到日本的港口 日本人那時候 看到那麼大 人家 鐵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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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他看得 他戳掉 我現在拿武術 要做什麼 人都用穿 用大袍 我是要怎麼跟別人 所以那時候日本人 有一個決心說 這樣是嗎 我如果還跟著中國 在玩內套 我遲早會被人家消滅 所以那時候有一批的 有志之士的日本人 想說 再來我們要怎樣 那時候福家在日本出了一個 天皇 叫做明治天皇 他說 這樣 他就帶著整個日本人 我跟你說 什麼叫做領導者 領導者的意思就是說 他在做關鍵的決定 他又有那個關鍵需要的力量 一個人 就好像你那個舵手 那個船 那個船 那個船就塞另外一個方向去 明治天皇那時候 就轉把日本從落後的日本 馬上進入先進國家 不到幾年的時間 日本從沒有海軍 沒有軍營 鐵部署隊 並說成立有海軍 還可以跟什麼 第一個 一開始把中國的北洋軍隊 給打敗 對不對 北洋軍隊給它摧毀 中國那時候很好 都買最新的孫 但是 打破日本帝國 日本帝國海軍 無比中國更好 照常把他打敗 那時候其實有一個小故事 那叫東鄉平巴郎還是誰 有一個將軍 那時候 中國囂張 要點他的船 他說 我買了一個很棒的 勞斯萊斯 我想開到日本 給日本看 說我給英國人買這麼好的軍艦 要給你看 結果他們也上船去看 哇 真正好 但是下來的時候 他的參謀問問 欸 軍你覺得怎麼樣 他說我們剛才去看的時候 你有沒有注意到幾件事 他說什麼事情 你把一張撩過去 看那一張中國人坐的那裡 在吃麵 然後上面看 那個泡管上面 掛到他的來三角 他說這種軍艇 你要打什麼 你的軍艇那麼好 也一樣 好像你開個勞斯萊斯 你來三角 看在裡面一樣 笑死人 那是人的問題 不是武器的問題 中國人為了要保留他以前的文化 永遠是講 中學為體 西學為用 對不對 英國也不會 做表面功夫 這就是中國文化 什麼都做表面 日本人說 金甘到底該該該的 美國還沒有錯 沒有多久以後 就把大日本 就把中國的軍隊給滅掉了 再來呢 又挑戰俄羅斯 俄羅斯那個世界共的 俄羅斯的波羅的軍 那個艦隊老了 日本的 日本還要去修正 把他打敗了 好像在渤海灣裡面 把他封鎖起來 在裡面把他打到了 日本那時候 寄兵隊 跑到那裡去 大國會去訓練寄兵隊 在他們的東北地方 把俄羅斯的軍隊給打敗了 短短的時間 你看海軍跟 美國跟英國學 陸軍跟德國學 寄兵跟法國學 他哪裡都都去學 日本在那裡的時間 日本天皇有一個叫 五條玉士文 你去看 你跟我們要從全世界去學東西 不是在向中國看齊 所以他講什麼 託亞入歐 你如果沒有託亞入歐 敗日本跟這年 亞洲人一樣 會叫西方列強侵略 中期我很疼 英文做西方國家的努力 所以他提出來的政策是對的 亞洲國家那時候 看得到這個世界的大局 只有他們 中國到現在還看不清楚 還在自以為老大 他到現在連飛機的引擎都做不出來 一大堆的那些都copy版 山寨版 真的要去學台 我不知道怎麼爬 再來 Solution 我們那時候是希望透過說服台灣人 叫出來 叫出來 以後要Leader 就是有頭的人 你有效忠的對象 你來上民政委的課 就是要當官員 官員就是有效忠 效忠是誰 台灣最高的土地 效忠日本天皇 你的身份要搞清楚 你要知道為誰而戰 為何而戰 不像這個人中國人 搞不清楚為什麼而戰 你既然是民政委的官員 你要知道為誰而戰 為何而戰 你知道嗎 你要有效忠對象 過去你沒有嘛 你是沒頭的人嘛 你是資源回收人嘛 你就跟垃圾一樣嘛 你吃分手大小 出來也是分手嘛 你只會吃飯睡覺 唱歌吊舞買東東 你根本不曉得為誰而活 你的名字叫什麼 你也搞不清楚 你來民政委之後 我告訴你叫什麼名字 你真正的身份 你的identity跑出來 你才知道你這輩子 為什麼要奮鬥 對吧 你過去前幾年 他不知道自己是誰 不知道嘛 我還以為我是中華民國人 這次傳統 不是被雄三飛這樣打掉嗎 最後希望覆蓋國旗 那是不是很好笑 那台灣人覆蓋國旗 中國人還給你 靠你撈開的 沒有資格 這人台灣人有夠可憐 對吧 所以你先搞清楚你是誰 你才知道 卸下去的後半輩子 要為什麼而努力 對不對 不要努力錯方向 不要替敵人努力 不要去替敵人凋水 對 台灣人過去就是這樣 努力啊 努力不曉得為什麼 只要有給我一口飯吃 我就努力工作 賺來的錢我會繳給你 中國人做他的上面的 給他統治你 用假的東西騙一騙 台灣人就會講講阿帝 就是這樣 Solution from without 解決台灣的問題 不光是內部 我們要對台灣人 做教育訓練 讓你搞清楚你是誰 當然從外部 就是我講的G7 G7是外部 而且不光是普通外部 是從世界的領袖國家 直接給你Announcement 就是宣佈 就是有些認證嘛 你要得到認證認可 全世界的領袖國家 給你認可之後 他要執行事情是輕而易舉 如果他沒有認可 你要做什麼都不通 今天中華民國為什麼這麼難搞 就是因為他背後 有個美國在幫他嘛 對不對 你過去他欺負台灣人 做這個非非亂做的事情 美國給他靠嘛 AIT給他靠嘛 現在怎麼回事了 為什麼要說回去 因為不給他靠了 怎麼證明 出去幫揮一定人就是證明啊 他以為他還在美國 還給他靠 所以他想說 這個台灣人很囂張喔 敢自己成立黑熊部隊 我就挑戰他 對不對 給你辦會媒體給你急 胡說八道 給你鼓 用行政檢調 我那時候跟民進黨的人說 過去中華民國體系 他們在執政的時候 還不敢對台灣民進黨怎麼樣 現在換你民進黨執政 居然這麼囂張馬 敢對我們怎麼樣 那原因出在哪裡 你就透過檢調媒體鋪天蓋地 來要剿滅台灣民政府 但是你做不到嘛對不對 但是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你是台灣人呢 意思就是什麼 中華民國知道這是假的 那一定中華人知道他算的是假的 但是民進黨這個人想說這是真的 要按照真的來執行台灣民政府 他搞不清楚台灣民政府是什麼 他以為是一群人的團體 自己組織起來的 當他對付不了的時候 反而被抓到警察裡面 上手銬 收藥禁見的時候 他就想 唉唷 這真是不完了 原來現在美國給他靠了 也就是說以前 讓他靠的人 現在沒有靠了 現在換作來靠台灣民政府了 就很明顯嘛 換人了啦 朝日要放亮一點 知道整個大局已經改變了 既然改變 你就要順勢而為 你逆勢而為 你會撞得鼻青臉中 所以現在在開始 不管是台書的啊 民進黨啦 還是什麼 組織都會要跟我們談 那我剛才在前面已經講 意見書的看法 沒什麼好談的啊 因為我們上面是美國軍政府 我們是聽他的命令 可不可以談 他會跟我們講啊 他現在沒有叫我們跟你們這群人談啊 他為什麼要跟他講啊 要談什麼 現在問題是要談什麼 你拿什麼跟我們談 談判桌你要拿什麼拿出來 政權也不是你的 國家也不是你的 你根本就沒有東西拿來嘛 你會談什麼 是不是很好笑 你的權力來 所以我說你要談 你要跟國民黨去談 你要中華麥國體系下去談 台灣以後你再跟AIT談 AIT談完再跟美國國會談 那是你的命令體系嘛 那我們的命令體系 美國軍政府上面是 美國國防部 美國軍政府 美國國防部 上面是 美國總統啊 這是我們的體系啊 那不同體系怎麼談 上面的人沒有 你怎麼會輪到你下面的人 就談什麼 所以沒有對話的空間 那我們在講法理 我們在講邏輯 我們在講證據 這是典型軍政府在做的事情嘛 你國務院的人都在畫大餅嘛 因為他們是政治人物嘛 政治是把事情搞模糊 但是法律這種事情 或軍人這種事情 是把事情釐清楚對不對 軍人做事情你要知道 誰是我的敵人 我現在在做什麼 我責任什麼 我的任務是什麼 我要把它執行完嘛 這叫戰地任務嘛 我們現在來這邊上課 就是要執行戰地任務 美國軍政府會給你任務 你要把它執行出來 你不能符合任務 換掉 就這麼簡單 沒有什麼 不能當這個位置 我就永遠站這個位置 沒有這種事情 又不是人民給你權利的 這是軍令系統 再來 How TCC deal with the future 對未來要怎麼做 跟你講一個重點 TPB 你剛剛講的TPB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那是什麼意思 來TPB 先給你們看一下TPB的照片 這個一樣 趁這個機會先給你解釋 台灣這塊土地 只有佔領者跟被佔領者 當我講到這個的時候 你會想到戰爭法 就講到台灣是被佔領地區 這樣我們恢復的是 戰爭狀態 才會有軍政府 才會有民政府 這都已經很清楚了 部落戰爭 就給你們review一下 回到過去我們 台灣史解碼裡面 基本的課程 台灣主要的歷史是這樣來的 現在的問題來了 這群支那人 這台灣人 大日本帝國的身份 當然現在有一件很奇怪 你明明是大日本帝國的後代 但是你那個腦是支那腦 因為你過去受到的教育思想 都是中國人為了要欺騙你 為了維持在台灣 給你搬起的系統 所以我剛才跟你講 跟那個民進黨的那個 資深黨員對話的內容 他竟然就拿 國民黨自己把那一套跟我對話 我說我跟你講實的 你跟我講人家宣傳品 詐騙的文件來跟我講 那不是很好笑 所以我說你先去看清楚 什麼是舊賓山和平條約 什麼是國際法 你先做個功課 再跟我談 我們的對話才有溝通的管道 我們台灣人 你的nationality identity是什麼 你的ethnical identity是什麼 我們是FOMOSAN 有這種寫的 可以測得出來的 大日本對話 這是國籍 血統跟國籍又不一樣 我們現在台灣民政務 恢復的 我不是在跟你訴求 血統的問題 我是跟你訴求 法律的問題 所以民政務的ID是很重要的 證明什麼 你是被佔領地的百姓 我們是以贈敗的那一點 你在這塊土地上 你的祖先 你的父母親 或任何一邊 有大日本帝國的戶籍 登陸上去的 你是他的後代 你的身份就確定 你是被佔領地的百姓 你知道嗎 有的人說 我來一半一半 你要做決定 你到底要跟爸爸還跟媽媽 如果兩邊都是 你沒有什麼好選擇 你就是大日本帝國的後代 你沒有什麼選擇 不要 你北部時下人已經確定 你還選我不要這個爸爸 沒有這回事 你的學懂 存證已經證明了 另外一半一半 你要做選擇 到底要跟爸爸跟媽媽 你如果是中國人 你也不用選擇 你本來就是中國人 你來台灣還是中國人 沒有人可以剝奪你的國籍 這是尊重人權 我們不是說不讓台灣這塊土地生存 你當然可以住 但是你以居民的身份生存 resident 你可以拿green car 我們幾年之後讓你規劃 我們有權利法案 照規矩來 就像你去美國住 你買些green car 五年間 不能離開 你不可以詆毀美國 一樣你不能 你中國人後代 你要住在台灣可以 但是要透過我們規劃程序 很簡單 只是我們要證明 恢復佔領狀態 也就是這裡 你現在住的地方叫佔領區 被佔領區 美國佔領區 那我們有佔領區的遊戲規則 所有我們以後佔領區 以後 恢復講日文 我們的文化主導權 不是你中國人來定的 是大日本定國來定的 你知道嗎 你受不了離開 你受不了住下來 本來就是這樣 我們是日本人 講日本話是不是合理的 我們再加上一個英文 所以中文不會是我們 在學校的系統裡面 過去反而你講中文是錯的 對不對 占領不宜轉主權 其中一個語言 就是主權的代表 還有政府的制度 也是主權的代表 你不可以給我們制度 我們有六個州 台北州 宜蘭州 什麼州 這是主權的一部分 占領不宜轉主權 就是這個意思 我們揮述大日本帝國的制度 不是你現在五院制度 它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怎麼來五院制度 你告訴我 總統制不是這個選項 以前大日本帝國是什麼制 就是什麼制在台灣 一樣 再來 group identity就是這個 這個很簡單 我就是分析說 現在的南海情勢 以前高級班才會講 你們第一次來 可能沒有上過初級班 以後去補上網去看我的課就好了 那就是講南海的部分 那時候很多同意說 這個會打嗎 我跟你講保證 我不好講一定會 但是那個likelihood 最近不是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嗎 我講 現在還有一些時間 美國把薩德飛彈部署在韓國 結果中國比北韓還生氣 你會覺得很奇怪 人家部署飛彈是要打北韓 結果中國比北韓還生氣 你是不是已經 over reaction 反應過度 其實我跟你講沒有 那薩德飛彈不是說只是 防禦性的武器 不是攻擊性的 你打出來我就會對付你 結果中國為什麼跳起來的原因 我再跟你講多一點 因為中國在北方部署了飛彈 那它飛彈對準的目標是哪裡 關島 你們不知道 對準關島 所以那個薩德飛彈部署完了以後 下一部美國會做什麼 B52 B2 B1的轟炸機 全部同時出現給你看 飛彈已經部署好了 因為中國也知道 整個這個島鏈後面有幾個支持支援 一個是澳洲 一個是關島 這個後面的支援 大型的轟炸機就在那邊 而且最近的新聞還特別講 這個轟炸機是有carry nuclear weapon的能力 有攜帶核子武力的 釋放這個武力的那種飛機 其中一個叫做逆中飛機 所有中國的飛機號稱它有逆中 那叫第五代戰機 可是現在都不是 它的飛機的引擎都跟俄羅斯買的 咳的就是學美國的 美國因為以前不小心有飛機調到中國 它就copy一份 那叫山寨版 那我不曉得它能不能力 那都沒有關係 我們也希望它真的有這個能力 好好打一仗 像這個戰局比較好看 對不對 要不然一面倒不想要看 一定要雙方四軍立敵 我跟你講 表面上政治的人物都不希望戰爭 但是暗地裡軍隊是一樣照樣部署 對不對 你知道為什麼要部署 我增加我談判的籌碼 我在談判桌上之前 在還沒開始上談判桌之前 我一定盡量部署啊 對不對 表面上當然沒有人會講說 我就是喜歡戰爭我要戰爭 但實際上你做的動作 都是為了要戰爭做預備 我之前也講過 美軍什麼 野戰醫院 跑到柬埔寨還是遼國邊境 野戰醫院很可怕 你一聽到野戰醫院 就表示陸軍會出動 要醫院就表示他決定要有傷亡 醫院 美國如果不打仗就算了 會有醫院出現就表示 我會估計有相當程度的傷亡 我的野戰醫院部署好 你們真的會看部隊部署就是這樣 醫院都來了 美國有很多單位 你看它部署的方式 就是玩真的方式 沒有在玩假的 當然這場好戲會不會演 我不知道 但是以這種部署方式實在是前所未有 我講說兩個航空母艦戰鬥群進來 之前我上課有講過 一個航空母艦戰鬥群準備要嚇阻 兩個就準備要打仗 三個就已經在打仗狀態底下 那我跟妳講 超過三個怎麼辦 那是什麼 法國的航空母艦也進來了 法國耶 日本當然也有那種準航母的 都一直在這邊 跑到菲律賓了 那美國的話 有兩個看得見 有一個到兩個看不見的航母 你知道嗎 美國有看不見的航母 就是妳雷達戰鬥群不曉得有航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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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不要講太多了 我今天特別要講的一段 這是針對AIT的 現在網路也在講 妳上AIT官網 我先講前面這個 President Obama American people are suffering here in Taiwan You should protect your own people from ROG Exiles Illegal military conscription 非法對美國征兵 美國人耶 中華民國的國防部 居然敢對美國的 出生的美國人征兵耶 我在逼啊 我現在透過網路在講這件事情 你可以可受公平之事嘛 你們聽到有沒有傻眼 中華民國 國防部喔 敢對美國人征兵喔 啊美國的AIT 定點點還鼓勵喔 我們來看AIT 上個AIT的官網 Dual nationality holding U.S. and Taiwan passports from AIT What are What are What are official U.S. and Taiwan views on dual nationality Can U.S. Taiwan dual nationals use their Taiwan passport to enter Taiwan Neither Taiwan nor U.S. law prohibit acquisition or retention of two nationalities OK 現在重點在這邊 Men between 18 這是對美國人齁 18到36歲 who are considered citizens of Taiwan are subject to compulsory 強迫性的 military service in Taiwan for more information of military service in Taiwan please visit our這個 OK 你看看 他居然叫你去看美國 Military service in Taiwan 那意思是知道什麼 你居然拿台灣的citizenship 現在問題來了 他用的字非常詭異 第一個 到底有沒有所謂的台灣passports 我們證明沒有對不對 有沒有所謂的台灣citizenship 有沒有 沒有 因為台灣或中華民國都不是一個國家 對不對 那既然不是國家 就沒有 就不應該有國防部對不對 你不是 我主權獨立的國家 怎麼可以征兵 怎麼可以有國防部 國防部是有主權獨立才國 才我的Department of Defense 對不對 你是流亡政府搞什麼國防部 那你叫做恐怖組織喔 那你就跟IS一樣喔 你對人民征兵啊 你擁有武器啊 可是你不是一個政府啊 你不是國際成人的政府 那你就是恐怖組織嘛 現在中華民國就是恐怖組織嘛 所以他會急得怎麼樣 把國防部裁冊嘛 怎麼裁冊 表面上還保留 實際上軍法裁冊就等於 軍人沒有了嘛 沒有軍法就是沒有軍人 知道嗎 所以軍人現在犯法是怎麼樣 檢調來起訴啊 那不是很好笑 前一陣子不是有憲兵 跑到人家家裡面 叫人家把文件拿出來嗎 後來是檢調起訴他 他搶奪人民 他以前如果是軍法 這是唯一死刑 軍法呢 搞錯啊 既然沒有軍 軍人 我跟你講軍法跟民法差別 所以要什麼 軍人可以拿武器可以殺人 是合法的 只要他殺的是敵人 對不對 如果民法就沒有這條 你拿武器就是犯法啊 你去殺人更慘啊 所以現在就很荒唐啊 所以連國防部發言人 就要穿什麼 便服啊 他不敢再穿軍服啊 是不是很好笑 居然還宣布 從明年度開始要繼續征兵 你試試看 試試看嘛 你執行看看 我看執行得了 執行不了 我跟你講喔 蔡英文的政府現在 頭目要修了 怎麼個修法 他要繼續維持 中華民國這個系統存在 可是呢 這個系統他已經養不起了 因為每個系統 這下面的每個系統都要錢 錢是不是華航要炒嘛 炒是什麼 炒要錢啊 那好啦不要炒不要炒 給糖果吃 那其實要什麼 一提一提的也要炒啊 炒炒炒 好乖乖乖 有糖果吃 他怕亂嘛 一亂他就沒辦法繼續執行他的政權嘛 所以以後只要跟他要糖果吃的 都趕快出來啊 跟他要啊 我看你有多少糖果可以分 我看你蔡英文有多少糖果 糖果都被人家拿走了 在馬英九的任內 糖果都被拿走了 你現在國庫還剩下多少錢 你要不要算一下 林泉你不是很會算嗎 算一算 現在中華民國到底實際上 可以運用的資金到底有多少 都沒有了嘛 沒有了你會做什麼 正銷的 這個底要不要掀一下 你看 到底實際上你的五大基金幾大基金 到底實際上有沒有多少錢 如果這一事情翻出來 事情就大條了 真的大條了 他現在齁 要維持這個政權 他很傷腦筋 第一個他的名稱已經被認出來 不能再騙台灣人了 他叫中國台灣當局嘛 所以他做每個動作 就等於幫中國在做球 包括去宣海 宣佈南海的主權 這種都是 我剛才前面講他宣戰了 他對美國宣戰 就台灣是一個主權都要有民選的制度 對不對 有自己的軍隊啊 可以替自己做決定的國家 那就是宣戰嘛 我已經講 蔡英文已經宣戰了 可是美國不理他 因為你根本不成氣候 你宣戰也沒有用 只是一打水砲 像甲一支出義 中國人做事情都甲一支出義 不能玩真的嘛 我自隨把AIT真的弄出來 就是 美國啊 你不要開這個玩笑好不好 AIT 你不要開這個玩笑 你是國會下面的單位 你只是一個 這個 等一下 AIT是一個民間組織 可是你做的事情 不可以違反美國的政策 美國政策從來就沒有把台灣 交給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 你為什麼搞出了什麼 Dual citizenship 怎麼會有兩個公民 怎麼會有兩個passports 都沒有啊 在美國 我上次不是起底嗎 中華美國護照不是護照 因為只有主權獨立國家 才能發行護照 不是嗎 所以我那時候講 中華美國護照出國去刷的時候 外國的海關上面的螢幕 不會出現中華民國這個字 也不會出現Republic of China 不會出現的啊 也不會出現台灣 出現什麼 我那時候講 新加坡 因為你用的account是別人的account 才能發行這個叫travel document 中華民國自己不可以印這種東西 因為你沒有被人家接納 你是個主權獨立國家 所以你要用人家的account做這件事情 可是上面給你寫passport passport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 美國都不承認你 你又是美國佔領地 他怎麼會容許你發行護照呢 所以護照是寫給台灣人看的 美國顯然有人配合 直到我們告了之後 最近才開始銷聲匿跡 之前都把它當真了 所以為什麼後來蘋果日報 做了一個專題報導 跑到聯合國 用中華民國護照要進去 結果警衛把它抖給來說 這個沒有用 無效 對不對 結果記者講什麼 不對啊 我三年前那時候OK啊 為什麼現在開始不行 很簡單嘛 我要照顧嘛 因為民政府這件事情把整個法理 中華民國後面的法理掀出來嘛 以前想要 藏岩法 慶菜 混水摸魚給他過去嘛 誰讓他過去 美國讓他過去的啊 現在為什麼不給他過 東窗事發 事情拔空啊 不能再這樣搞下去了 所以當然不可以啊 所以中華民國真的不可以啊 所以現在中國人可以 你拿中華民國護照就抓到中國去啊 你在外國犯罪我嗜同你成中國人啊 因為你上去寫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現在是中華人民共和在處理的啊 你不知道嗎 中華民國已經等同於中國啊 你持有他的身份證件你就是中國人啊 你在海外犯罪當然以中國的法律處理啊 你說抓去不要怪啊 不要怪蔡英文政府嘛 你就是自己寫名嘛 你叫做Trival of China嘛 這個國家已經被流氓政府被 被取代了嘛 你聯合國的席位也被取代了 意思是什麼 你的所有財產都是他在繼承的 那前一陣子 他之所以宣稱南海的原因 中華民國保育宣稱 是因為 那中國為什麼希望你做 他說我們兩岸一起來維護族產 下面意思是 他就是保留中華民國活在台灣嘛 要不然金門馬祖以中國的實力 要吃下來何嘗不容易 太容易了嘛 易如反掌嘛 什麼打不下來沒這回事啦 他故意不打下來 留中華民國一個活 做活啦 你如果金門馬祖拿掉 中華民國就真的是 真正的流氓政府對不對 你現在說他流氓政府也 一方面也對 因為他政府在台灣不是他的土地 可是他又有身體 金門馬祖兩小塊 那為什麼這幾年來都不處理他 為了留中華民國的宣稱 南海是他的 就留這個嘛 那現在法院判決結果 他不能宣稱南海 那意思就是說 那我留你何用 你知道嗎 我留你中華民國留在這邊何用 所以他就會收網了 就很清楚嘛 這個邏輯很簡單嘛 過去留你一條命 是因為你還有用 你可以幫我宣稱台灣 說是我中國的一部分 說南海也是我的 所以我這台就開始宣稱 美國過去模糊政策說 好啦好啦 你說的都是啦 我 acknowledge 我有聽到 但是你真的給我玩真的 開始宣控航空識別區的時候 你玩真的喔 我就會把它撞起來 這就叫菲律賓去告啊 一告法院判決結果 你根本不擁有 中國所宣稱的沒有 Legal Base 你所宣稱說你有這個主權的 法律上的依據不存在 因為他講透過中華民國 宣稱這個嘛 九段線 十一段線 Whatever 那現在中華民國 是留亡政府 叫中國台灣當局 已經被棋底被掀蓋來了 過去詐騙竟然可以騙人 是因為人家還看表面嘛 不曉得你本質嘛 你現在本質被人家掀開來 你就要out 那不用美國來處理 你中國就會處理啊 中國不會容許另外一個 來挑戰他 有可能性的一個政權在那邊 對他也是威脅啊 遲早會處理啊 所以他現在給你難看嘛 那我跟你講 外交的事情是 已經建在煤上 全部會斷的啦 那一定會理得乾乾淨淨的啦 什麼中凡斷交 沒有中凡斷交 中凡本來就是在的 只是過去 先不講這一段啦 反正講說 外交你就等得更好戲 從現在到年底之間 會連續發生 我們都預測在前面 先跟你講這件事情 會連續發生 而且會突如其來 於是到位 嚇死你這蔡英文政府 因為這才符合法律的進程嘛 我們有schedule的嘛 我就跟你講這個有 有進度表的嘛 什麼時候該做什麼 前面已經跟你講了 台灣民政府下半年的 進度表已經出來了 國際的法律就是照這樣在走啊 接下來就是G20啊 我那時候也分析過啊 國際媒體就分析 為什麼中國 不會鬧大事 在G20開會之前 不會出大事 它會等到G20之後 如果要出事情是之後發生 那是國際媒體的分析 不是我個人啊 你只要上網做做功課 所以你當民眾的官員 你要來 第一個 外語能力要強 第二個 經常上網收集資訊 好不好 你要證明自己有這個能力啊 你可以獨立作戰啊 你可以自己收集資訊啊 而且你自己可以下判斷啊 這才叫做Leadership 領導人不是一直要人家 告訴你要做什麼 那叫Follower 我們不要Follower 我們要Leader Leader就是我在特殊狀況 我就知道該怎麼做 只要我法理清楚 我就可以下判斷 我可以獨立作戰 這就是我們要的 台灣民政府的官員啊 頭腦清楚 分析能力強 Discriminate 分別是非對錯的能力要有 那你分別是非對錯的能力 是來自於哪裡 法理的認知嘛 所以你法律要搞清楚嘛 我們是Based on法律 才有台灣民政府的 Based on法律 才有我們教的這些 都是在這上面 沒有個人情緒 沒有什麼想像的空間 就是執行法律而已 可是執行法律 可以讓台灣人得到淘寶 真理讓我們會得到自由 我講過嘛 沒有真理做基礎的善是偽善 再講一次 沒有真理當作基礎的善是偽善 英文叫Hypocrite 沒有真理做基礎的美 那叫做虛偽 裝飾品 Disguise 要騙人的 那種美是假的 就是他本質不好才需要去打扮裝飾嘛 所以我說沒有真理當基礎的善是偽善 沒有真理當基礎的美是來欺騙人的 所以他想說 很理就 做虛偽善 先搞清楚 接下去ANO 結果說 對妳很好 那人就很好 不好意思 那人就是妳的敵人 敵人對妳的好 就像黃鼠郎給吉拜年 中國人說的嘛 對不對 不安好心啊 拜年好事啊 台灣人真的會被人說 那個人很好耶 比我拜年耶 等下要來吃啦 所以回到我們台灣名字就是 違法試問 那給台灣人可以照出來也是違法試問 所以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是唯一的出路 我們去年一萬人遊行的時候就在訴求這個事情 好啦 我們高級班今天上到這邊 大家休息 那繼續讓你們繼續上 禮拜天早上我還有課 我會講文化的部分 OK 今天到這邊